说起台湾人永远不会腻的配饭料 应该就是香喷喷的卤肉了吧 呃 其实这道菜并不难做 身为家庭主妇的 就分享了自家煮香菇卤肉饭的篇步 学起来之后 保证家人天天胃口大开 首先准备好香菇猪脚肉 红葱头 蒜头 全部切磨备料 一 热锅冷油把猪脚肉完全炒散 二 猪脚肉全部炒成白色时 就可以加入红葱头一起拌炒了 三 红葱头炒出香气后 才加入蒜末 四 等到蒜味出来 就可以加入香菇丁了 继续拌炒 五 这时候可以是个人口味 加入一些冰糖或五香粉来增加风味 六 香菇也炒出香味后 加入水和酱油 直到盖过锅内食材为止 七 小火炖煮两小时 让绞肉彻底烂熟 八 中间不要忘记搅拌一下 避免底部粘锅烧焦哦 九 大功告成 这一锅可以配好几碗饭啦 标券